他说他是第一次给我正式写信 重视这次和我交了的机会 前后写了五篇 第一遍写了好长的篇幅 在心情不好的情况下 第二遍抄在纸上的时候 觉得自己写了太多的废话 废话的废写错了 广字头的不是那个废一登线的废 过了几天的回头看当时写的东西 他的想法又变了 不同了变得不同了 就像我讲的随笔主义 现在给我写这封信是生活 他的生活和当时的心情 和他现在的看法 文章里会有些唠叨 以及心智上的幼稚 请我担待 你看这个家伙 至少他有对于自己的幼稚的反思 有的课的话还是得说的 是个零五年出生的一个女生 今年十七岁 事情的开始要追溯到上初二的时候 初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那个时候得了抑郁症 整天只想睡觉 任何东西提不起劲 那个时候整天消沉 说不清道不明的负面情绪 总是围绕着我在学校好压抑 在家里更压抑 爸妈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天天吵 总会动 很多抑郁就是父母了 家庭环境要打架 他爸妈总说 他们还在一起 就是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那这个完整的 吃裸裸的分裂 他哪里是个完整的家 是一个完整的吃裸裸的分裂 这种父母就是傻逼 当我说出晃晃乎乎 觉得我所处的世界很虚假 就是说这些父母 往往在那个年纪 这个儿子女儿 十三四岁的时候初二 那这个父母差不多三十五六岁 三十六七岁 可能不止 他母亲可能三十六七岁 父亲可能三十七八岁 这个时候是他的事业的攻坚期 那你为什么他不离婚呢 美其命约是害怕这个孩子上情 实际上是这个父亲母亲 这两个资产阶级实体 还要结合在一块 利用家庭 这个财政单元 这个利益就是这个风险 风险分摊机制 实际上是一个资本主义 就是亲情是幌子了 说不离婚 主要是亲情是幌子 人家离了婚 可以把小孩弄得开开心心的 对不对 一三五跟爸爸 二十四六跟妈妈 星期天 我操就是去爷爷奶家里面吃一顿 那时候更多的就是经济问题 找了个幌子 懂了吗 就是经济上自私自利 这个父母挨着不离婚 真不是替小孩考虑的 真不是替小孩考虑 就是他妈的 就是家庭 这个像个有限责任公司的壳一样的 或者是个合伙的壳 他不要注册地址的 对不对 那个时候 恍恍惚惚觉得他所处的世界很虚假 天天和我和他见面的老师 同学父母明明离自己很近 却又让他感到格外陌生 从小成绩一直倒数 没有认真学过课本 应试教育在他当时看来 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没想过上哪个大学 好大学会带来什么不同 他当时都是无知的 他父母教育缺位的 就是教育缺位的 为什么要上学学这些 这些东西是他经历后面发生事 才想明白了 到现在唯一坚持下来就是画画 他的童年经常被锁在家里看家 然后和他大姐 在上大学放假回家 送他的那只玩具猪作伴 这个玩具猪留在他身边 到今天大概是十年了 这个猪猪应该是他的一个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了 因为他是最难熬的那些年 和他那只是靠那只玩具猪 所以在这一项上讲 就是生产给小朋友的这种毛绒玩具 其实他们在这个宇宙当中起到的正向作用 可能比他们的爹妈还要还要多啊 这个玩具 就是所以你们看一些那个一些那个视频啊 就网上有这种短视频 那个丈夫啊 欺负那个妻子的那个毛绒玩具 其实你不要看他很搞笑 其实很痛苦的 因为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这个这个女 这个女性啊 他成长过程中遭受什么样 严重的痛苦的创伤 欺负那个猪猪 或者欺负那个什么小企鹅 小鸭子 其实就是在在领虐施暴 这个女性个体本身 懂了吧 就有的时候为了这么一个物件 甚至说一个人可以拼命啊 可以拼命啊 就比如说我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一些事 我会把它收藏在那边 如果谁谁要去谁要去对他做什么 或者想要去破坏 或者想侮辱他的话 我说不定掏刀子就把他宰了 你懂吗 然后 小的时候家住平房 有火炕的那种小房子 就会想住楼是啥样的 后来就住上楼房 现在看小的时候生活虽然没有物质上充盈 但是那是最美好的 那个时候跟家里矛盾没有显露 其实这个东西呢 他的父母啊 他进入这个城市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这个博弈之后呢 他家庭很容易破裂的 很容易破裂的啊 互相是会嫌弃的 回到主题 初二 这个爸爸看不下去 他这样了 就把他带到北京去学画了 那个时候他就没上学了 应试的内容 初二就不念了 于是他的父母在北京重新找工作 他的这个父亲是干装修的 反正他父母都是那个劳动者 工人阶级 从小 但是说又 干装修 家庭装修啊 肯定就有一点小自然间性了嘛 朴素的 资本积累啊 他要追求了 我从小就和爸妈到很多不同的城市生活 从老家黑龙江啊 黑龙河 他写的是写错了吧 到青岛啊 然后是他第一次到一个不同的城市 然后来青岛找他三舅啊 听说他事业干得不错 有一天发生了 一件事让他至今难忘 是他那个舅妈跪在他的父母面前 说他三舅因为赌博把钱和电都扔在那里面了 被人压起来了 要几十万才能赎出来 然后对他的三舅很失望 还是借钱 本来是投奔他三舅的 没想到三舅 首先资本主义腐化了 那妈的去赌博了 被资本主义这种投机游戏啊 大规模 快速致富 快速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投机游戏 给俘获了啊 那个时候上小学四年 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玩意的险恶 后来他和他的父母去了海南广西广州 然后再到现在北京 18年底 19年初第一次来到北京 那个时候才14岁 是一个大傻丫头 这个字是什么 这个是傻吗 我怎么看有点像个石球 有点像大便的便啊 大傻应该是傻啊 刚来时在火 不是大便啊 大傻 在火车上 他和父母都对未来充满希望 爸妈 他用爸妈 爸妈的话就是 他和他的爸妈 所以我就用父母 父母就默认是他的 他希望来北京能让学业得到进展 那父母也希望他们的事业得到进展 然后我们都殊不知不久之后 希望成了失望啊 他们的选择早已暗中标好了代价 开始的 当时他的姐姐已经在德国安家了 他姐姐是比较比较厉害的 乱出去了 听说这件事很神奇 让他去议考 不要因为不想学文化课 就用画画来逃避现实 一定要去议考 也要学文化课 可当时就听不进去 但为什么听不进去 因为他父母也没有文化 但是还有饭吃 所以他对于这个知识文化的匮乏 不是很担心 你看他 他三舅应该也没啥文化的 当时事业还干得不错 他的原文 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家庭环境里面 他认识不到知识的重要性啊 其实他是兴趣的 变得不敢直面自己的问题 怕失败 不相信自己啊 于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在那儿学画 周围的大人 只有屈指可数几个年纪 和他差不多的 那时候他总在宿舍做噩梦想家 然后还哭啊 在北京经历了各种事 他的他爹妈在公司被公司骗钱啊 在那里的学习生涯结束了 学习结束了 这两年长大了不少 眼界和经历开阔了 人性也在那时候见到了 这个人性 自然一些人性啊 加引号 然后写个有趣的事实 过年的 前几天 他的父亲梦见高楼在成片坍塌 去网上解梦 说是会有大规模的这个那个瘟疫啊 啊 没结果没几天新闻 这个东西是巧合啊 历史的巧合 网上解梦你也看到了十几二十个解释 最后的那个事件会导致你就挑了那个解释 把它记住回溯性的 然后从那开始一直待在家里 啊 有一次他梦见他妈不见了 他妈梦见他丢了啊 然后哭醒了 在同一天 我都说这个梦有巧合 这都是 这个与其说是梦见他不见了 还是梦见一个人不见了 其实就是希望这个家伙 嫌他待太久了 两个人就相处一天 那么吵架 闷的慌啊 后来决心考大学 可是学校没找对 进去发现不是正经大学啊 正经学校 找的一个高中啊 考不得大学不是私立高中 是个技校啊 这里是思想的监狱 上了几个月啊 说服家里人退了学啊 这个是应该的啊 这种像坐牢一样的 不要去啊 自从退学到现在 半年快一年了 也没和什么人打过交道啊 生活里没有同龄人 同龄的灵写成那个叶子房啊 他可能和频率的屏可能混淆了 因为总跟着父母换城市 所以没有地方固定的朋友 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家里和 如行尸走肉 他和这个母亲挤在北京很小的出租屋里面 只有一张床 天天的日常是和他的母亲吵架 哭不睡觉啊 成了自己最恨的样子 就不要再挤在北京干什么呀 北中国的这个竞争烈度最大的地方啊 迫切的想改变 他在顶楼开始痛哭 有好几次想跳下去啊 总是在网上和他的妈妈吵架之后 跑上去天台听歌 抬头看天上的北斗 七星啊 北斗星啊 不得七星啊 不得星 不得星 那多千块啊 六千块 我告诉你 我那个北斗星在北京买的 上个赔这儿 不知道有几万块呢 我在抢那边 北京的竞争压力太大了 那个把人卷死了 我说是上学还是去工作 这问题想了半年去上学 要苦熬三年 而且抱着三年后 考不上美院所付出的这些怎么办 十七岁上高一 大学毕业二十四了 现在去上学能适应吗 那些文化课我能学下来吧 还有兼顾 呃 画画 但他想他什么 什么足够坚定 呃 意志 我什么什么意志足够坚定就能行 去工作话就没有学历 没有他梦想的美院去学习的机会 就得是个大人呢 要什么累的工作 同样面临很多 哪条道走下来都不容易 重要的是他想要什么 路走完 能找到他想要的吗 最怕的就是他一直在两者之间徘徊 没有付出行动 只是一直一直纠结 把时间全浪费了一无所获 这是他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八月份就要去学校看看了 如果不行就只能工作了 好像他的人生选择只有两个上学 不上学就得工作 就没别的出路了 识啊 识求识识啊 你啃老 你没有老可啃呀 你父母无产阶级啊 在家的日子什么都没干 迷上了听音乐 每次听完都开始些 都想开始些什么 斗志满满 但是就拧不过常态啊 在网什么 网易云啊 网易云音乐 喜欢了快七千首歌 没有一首能表达我的心情 那你自己去学一学 那个基本的作曲学啊 自己去创作啊 这个歌词 自己去把你自己心里 想要说的歌词 把它写一下 然后为什么 我和我妈在北京 因为他和他的那个 他的父母啊 就不联系了 应该是不在 然后他们之间的矛盾 终于爆发了 说总是后悔 把他生出来 如果没有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字 只有我 什么大姐 如果如果 他们他爹妈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只生了一个女儿 那我说的难听一点啊 你这个爹妈 有了一个大姐 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成功乱出去了 在德国来 而且成绩好 那你为什么要生第二个 他妈的他又要男人嘛 他又要生男孩 所以要生第二个 操生游戏对性质的 这个东西呢 在那个时候 他还计划生育呢 这个爹妈也不要装自己 他妈的多什么了不起啊 我拉手你大不容易 你生人家第二个的时候 你他妈的就是想 碰碰运气生个男的出来 这种父母 就是说 这个时候又甩锅了 嫌这个小女儿 没教育好 那你有投入多少教育资源吗 在家庭当中 一天到晚吵架 又给多少爱和关怀吗 这个爹 这个妈的 嘴巴上的妈要这样说的 对 这个女孩子最后也说了 他就是说 他应该是我爸妈 就是和他大姐联系了 我这里他妈的不知道 这个小朋友到底说的是啥 应该不是不联系的 应该是和他大姐联系 whatever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不联系的 反正他贴住了 我不确定啊 不确定他这说什么 他们也只是说说 他们还是很 还是爱我的 是 因为 你 你这个大姐什么乱出去了 这个原水救不了近火 但是说 我觉得你 你家庭成员 这样有一个在 在海外 能够得到这个现金的 至少你们这个吃饭啊 就是说 你父母 我这样说吧 你大姐已经乱出去 你父母还是有牺牲的 实事求是这样 你爹妈呢 也不是说 就是说完全就是为了 生个男孩 所以一定要再生一个 他把你这个女儿 生出来之后 其实也是想要你 能够一帆风顺的 或者说能够就是说 混上去的 当然这就是朴素的 小资产业力情愫了 就是想要做人上人 所以他们在北京嘛 那你这个大姐 挣的钱支撑 支撑你们在这里 留在这里 也是希望可以给你 更好的发展机会啊 因为对于你爹妈而言 他们的发展机会 不是很重要 对不对 但是你父母由于 眼界和思路 不太行啊 包括你那个姐啊 也是 在波金 真的能有很好的发展吗 我打个问号 你要去学美术 你去一个 你无论 就是说你 你在北京干什么 你跟人家卷 卷不过的呀 懂吧 你要不要去杭州 或者去一个次一级的 竞争压力没那么大的 他旁边有一个 或者去哪个哪个省份 这个省份 有相应的一个学校的 竞争去一个竞争压力 小一点地方 你父母的工作 那个 只要在城市里面 总能找到饭吃的 然后你你姐再 再支援一点 你就主要的问题 就是矛盾 那么尖锐的问题 什么北京房租太高了 生活成本太高了 竞争压力太大了 知道吧 所以他的爹妈 其实说就是一种 由于应该说是比较无知 我19是讲 包括他姐 比较无知 所以他感到就是 比较痛苦 压力比较大 但这个压力啊 这个痛苦承载下来 也是希望这个小女儿 能够那么混上去 能够有个幸福的未来吧 说混上去说的是 太太市块功利的 还是说 这个父母把苦吃了 希望在北京 能够多挣到点钱 whatever 或者说在这里 市面大 层次高 这里的学校 怎么怎么地 怎么地的 那我觉得这个思路 要稍微调整一下 你认为去好 去竞争烈度 小一点的城市 我说的难听你啊 苏州公益每月 就是个本三 或者说他就好像 好像是个大专嘛 或者说是杭州哪边 哪个什么 民办本科 你反正只要能够让你 把这个证书弄出来 可以去 你会做一些基本的一些 美编设计的工作 你总有饭吃的 你总有饭吃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 什么要考上什么大学 要艺术生 要上什么美院 就 那个是 那是 那个就是 几万人卷几千个名额 可能是几万个人 每年几万号人 卷一两千个名额 那就一降工程万古窟啊 但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呀 那淹死的是多数啊 这个都挺而走险 你可能认为 有一个乱出去的姐姐在外面 可以提供一定的龙错率 别这样搞 这个都痛苦了 弄到这个小女儿 都跑到天台上去徘徊了 想要什么寻短剑了 我觉得这个龙错率 好像算得太死了吧 对不对 现在写了这么多 回头看觉得又好笑 又心酸啊 他最喜欢的 有一个乐队叫做 The Midnight 午夜啊 里边有一首歌 就The Come Back Kid 回来的小屁孩 没有一首歌 能在我心里 抵得上他这首歌 每次听都会泪流满面啊 让他看见过往淋漓在目了 让他拦起某种希望啊 写到这里 他觉得自己好废物矫情 哭也哭了 什么 什么 什么也 什么也什么了 这个是什么字啊 闹也闹了 生活还在继续 还要想对策 面对 来到世上一回 就是感受过程 就是要拼一回 不是的 来到世上一回 是要让这个世界的 基本运行规则 要得到一定的调整啊 这个世道这么很糟糕 那就要去 你有一分力 就就要 就要出一分力 有十分力 就要出十分力了 要把这个世道给扭过来 否则你来到这个世间 你会 你是应这个世界的召唤而来的 就是要 就是治疗这个世界 你明白吗 最后写给我的话 希望能够有耐心 看到这 想必 这么一个傻小孩 让我觉得很无奈 很好笑吧 感谢机缘巧合 让我看到我发的视频 帮助很多 陪伴了很多迷茫的日子 他知道他的事公开 会有很多人看不起 也没啥看不起 这有啥看不起 比你错的 这 这个就是 怎么看不起啊 有什么看不起 这个世界 为什么存在看不起 看得起这种东西 当然 我觉得 我要说的 我会看不起很多人 那那种人在我看来 是你明明可以去 可以有 有办法 就是知乎里面那些鸟人 知乎里面那些妖魔鬼怪 我看不起啊 还有这些发弹幕的这些蛇皮 你这些这些歪瓜裂枣 我看不起 但是我这个看不起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你就彻底没救了 而是说你只要不做这些事情 或者说你只要转而去做那些实实在的事情 你立刻就有尊严了 你立刻就恢复你的尊严了 你立刻就是个了不起的人了 就说 我觉得他们没有资格看不起你啊 我觉得你这个 你的坚论啊和这个 直面这些事情的这个能力啊 已经情感上自我消化能力 是至少没有病理化 在我看来 相比于这个小姑娘 哇操 那些啊那些 魔论人的病理化的 那个不要太变态 这个实时求是想 你能够不病理化 说不定你的父母还是家庭啊 应该 就说虽然那样吵那样闹 一直没有彻底的分裂 只是爆发 那我觉得就是说 至少你父母 不要说他们之间情感怎么样 他是对你还是有还是有关爱的 包括你 我不知道你那个爹 你那个大姐是不是真的就是 应该也是你父母细心培养出来的 他们试图再进行一次教育上的一个成功 你懂吗 这个东西我要说的就是说 我最后我要总结一下 我最后要总结 就是说你的爹妈 他们确实是有那种 为家庭的责任感 然后把他把第一个子女教育成功了 乱出去了 乱出去能够赚外汇了 这是成功了呀 所以他想复制这个成功经验 那没想到时代变了 我可 you know 经济紧缩了 whatever 就是没那么好 没那么 而且这个教育出头做人上人的这个窗口期啊 可能就结束了 轮到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我们在很多家庭身上看到的 他同样的教育方法 第一个第二个子女可能都成功了 第三个 这个就是 就没那个空间了 你知道吗 没那个空间了 或者是那些权贵家庭 或者说那些真的人上人家庭 他妈的把这个已经全都吃掉了 留给贫民的 就没有了 留给劳苦大众的 就更没有的空间了 更没有了 那个硬士的难度 几何化的在增长 那个学校初中高中的那种氛围 对于家庭矛盾本就已经相对尖锐了 他社会矛盾尖锐啊 他的所以他父母都穷苦 家庭矛盾也尖锐 对于这些孩子 学校气氛再压抑 那这个孩子根本就难以忍受 就承受这个硬士的痛苦 他就被踢出去了 然后就谁能承受 那妈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孩 在家里面玩的爽 在学校里面卷得很的 所以就是可能那个工人家庭 第一个第二个小孩 在硬士教育里面都都都都赢了 都赚了 第三个就不行 第四个就更不行了 或者说那那那那一批的那几年 那工人家庭小孩都就出来了 那几年就不行 再过几年就不行了 懂了吧 这个这个或者他他就开开奖 发现都是你这泥腿在赢 那我把这个这个开奖的规则给你改一改 是不是 我把这个教育选拔的机制 调得严一点 弄得卷一点 这个社会整体矛盾的一个反应 折射教育的窗口 教育翻身的机会 越来越金贵了 越来越被既得利益阶层了 给它垄断了 所以你姐行得通的路 在你身上就可能行不通了 然后想了很久决定还是公开 知道如果出了视频下面 可能有人会攻击 你的你的这个话 但是没事 因为我觉得我的事比较能代表一些 和我同样情况的那些孩子 但是大多数不想公开 所以他决定公开 这个家伙还是有这个勇气的 这个小孩 不知道我会回信还是会出视频 无论什么方式都期待我的回复 不过我可能觉得这个小孩太幼稚 不想回复 无论怎么样都感谢 这个这个我干脆就把它 有一定的代表性 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种情况呢 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去竞争烈度少小一点的吧 已经这么卷了 这个教育本身已经这么这么卷了 不给你工人阶级机机会了 可以实时求是就这样说 他还不给你机会了 他这个肉啊 他自个儿都都不够分了 怎么在手指缝里面分点肉汤给你 舍不得给肉汤给你喝了 然后你实在说要还要走这条路的话 请你去走一个 你去挫野的城市 去挫野的学校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成 就是你可以先去工作 办公办读啊 对不对 你可以去那个什么 那种在职的大专啊 在职的产兰自考本科 弄学历 然后看看你能不能考个什么 美学专业的研究生 这个现在主要是他现在没有 高中文凭都没有了 高中文凭都没有 一直在学美术 所以说我的建议如果你要上岸 不要在北京 找那么难的那种什么 就是那么多人在 头破血流的挤的 你去一些小一点的城市 小一点城市 懂了吗 去一些小一点城市 小一点的直销啊 小一点的大专呢 小一点大专 你哪怕你是个那种中专性质的 中专后面可以考大专的吧 可以可以套的 生的啊 这样去多去了解了解 多去多去多去 自己去网上搜查搜查 这个是有机会的 这个是有机会的 不要去卷呀 你哪怕就是说实在不行 你说你这个艺术走不通 那你可以去走 学学一些手艺啊 就就 也你要工作 你也要投 你要经过培训和训练 再去工作 你父母还能支撑你几年 那请你 你好歹去学个什么 我说学个烹饪啊 学个这个 这个 工艺啊 学一个什么 这个厨艺啊 做蛋糕啊 就跟你这个美学的 本来这个训练是相近的 这些东西 做蛋糕啊 你会画画 你做蛋糕 你哪怕你 做蛋糕 你本身也卖不出去多少 但是你 你可以转行做美食 up主啊 那个什么 做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龙银 龙银什么草莓蛋糕 那个那个 那个女的 他可能也没啥文化呢 我不知道 我不是很了解啊 就是 懂吧 你明白吗 就是说 他搞点什么高级滤镜呢 他那个也这个俨然一个B站影响力 挺挺挺挺挺挺大的一个up主了 就是说 多多想点门路 眼界开阔一点 然后 也不要看不起一些传统的行业 毕竟现在一半人都分流了 要去当 当中 靠中专的 但是他小 现在好多中专院校都说 你你读中专也别怕 我我这个中专最后还是要 百分之六七十的人 可以让你上大学的 但那个大学呢 他肯定就是说一个 不是那种 特别那种严谨的全日制那种大学 whatever的 就是说你现在毕竟有那么好多好多人 他同样的就是上不了那种正儿八经的 你包括你这个美院 你也是类似于全日制大学的那种正儿八经的 这个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上的 你可以退而求其次 然后可以 然后我再想也不要直接工作 直接工作的那些剥削率是最高的 你这个做奴才被吸血 被吸得最狠的 你要经过一定的技术训练之后再去工作 经过一定的技术训练之后再去工作 否则你可能就三千块钱四千块钱一个月 而且还他妈的996 还不敢辞职 就是做奴才 做奴隶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最起码你经过一定的这个 有训练之后有手艺 我说做厨艺 做蛋糕啊 做什么这个什么 哪怕是做什么饮料的这个什么调调调配啊 或者说做一些 护理啊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些技术性的技术类的 只要你真的是学到本事的 学到一个操作能力的 能够在生产劳动当中能够应用的 我觉得都可以都可以 那么最糟糕的 我在墙里面 我可以做一个防火神啊 最糟糕的就是不要利用自己年轻啊 这个年轻女性的这个肉体和色相去捞片门 那个东西一捞 就永远就 就是可能大半辈子就就就就就就进去了 就不要捞片门 捞片门一捞 你你你这个青春 不要说你的青春 你包括你后面那个成熟 一直到四五十岁 你的三十年人生高光期就进去了 就没了 就是这个就是说 虽然你比如说你这个年轻小女孩有色相呢 我说怎么样呢 这个去捞片门 一下子钱来的特别快 但是就是你立刻就就被腐化了 立刻就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反抗力了 反思能力了 就就变成鬼了啊 一一一眨眼一转眼 这个人生大半年就过去了 然后基本上也攒不下几个钱呢 这是我我要额外说的一句啊 无论如何 你在这个现实的这个这个人生道路上做选择的话啊 捞片门这个东西永远不是一个选择 它不是个选择 它是毁灭啊 它是毁灭 它比你那个天台跳下去还要糟糕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建议啊 就是要么你要继续应试 那你去一个烈度没那么高的 烈度低一点的 去一个一个 你曾经去过了一个城市 你父母在那边有一定人际关系的 他的他的竞争压力没那么大呢 你要工作的话 那我的要求 我的建议啊 就是说 那个 和技能知识结合 经过一定的系统的训练之后 再去就业 再去就业 有个什么上岗的一个证明啊 或者说有那种技术操作的 一个专业的认可之后 再去 不要操之过急 那讲的这